大家好,我是沖先生 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按得进来的网友,我假设你已经看了上两集的内容 如果还没看的话,我建议你去看看 否则你可能会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今集横跨的内容包括 Elon Musk是如何被整治的? 民主制度加三权分立是否等于正义和正确? 投票制度是否真的可以反映民主? 假设投票制度可以有效彰显民主的条件? 美国大选的漏洞和最后的结果预测 事先声明一下,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和你意见不一样的话,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面试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提醒你,记得按下角色的小孩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可以到我的网站Chu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间计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去片 他在Twitter上踢爆了太多东西 于是就开始被人搞了 首先他那个电动车法案 完全是踢了Elon Musk出局 完全是不给他的 然后他SpaceX都被人搞了 他SpaceX在加州那里,他在那里射射 跟着加州的一个所谓的环保署停的东西 就说不让他射射 因为影响环境 刚刚的这件事,很新的 另外,SpaceX他聘请人 因为他这些叫做高度秘密的东西 他的联络是说明他这些高度秘密和武器吸收有关 而他就不可以聘请一些非美国公民 这个应该不只是对他的,每个都是 是,没错 但是有同一条法例就是说 不可以歧视非美国公民 即是如果他是沙南阿斯科 即是那些叫做寻求庇护的人 有一条法例就是说 你不可以discriminate他们 即是在找工方面 你不可以因为他是寻求政治庇护的 那你就不聘请他 但是有一个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申请SpaceX SpaceX就基于因为他不是美国公民 所以为了保护这个资料外涉 他就不聘请他 然后美国政府告他 所以他应该就是被人逼到一个点 就是他不出来就不行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自己已经是under the radar 他已经是死硬的了 所以基本上只有特朗普赢了他才有办法翻身 如果不是他基本上都应该扶责 移民啦,你做中国人啦 但是他现在那个电动车法例呢 你中国做的电动车买去美国 是不知多少个percent关税嘛 但是Tesla很多是在大陆做的嘛 是啊,上海 那你就是断他米露啦 是啊,他摆明是断他米露的嘛 虽然他是subject to the tax 可能是低于比亚迪 但是他也是subject to the tax 所以他是被人搞定的 我觉得绝对是因为Twitter的files 他都得罪了人 所以他现在这么支持特朗普 我觉得都是跟他自己本身的利益有关 当然都是其中一件事情 我也想知道如果特朗普输了 究竟他会怎样 但是又这么说 既然他是十个和薪 即是他富可敌全美国的话 其实他的钱是购买一队雇傭兵 打倒整队美国军都可以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要开战也都不难的 但是我想不会吧 有钱的嘛 你想想哈马斯就厉害了 哈马斯就不厉害了 哈马斯就不厉害了 拉登那些都厉害了 你想想都是走不走 拉登也是在吃美国钱的 美国不给钱他拉登就拉什么了 拉齐了 他傻的 那些全部都是美国托出来的 理论上他未必会这样做 但是他是有这样的财力去这样做 他也是移民过来中国 做中国人就算了 但是我又不觉得 他说明他是不喜欢 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但是他本身都是美国人 他去南非的嘛 他没所谓 他爸爸是美国人 他小时候去了南非 原来他有钱的 不过他说他爸爸是一个非常不负责的爸爸 所以他说他小时候穷 但是他爸爸在南非是有一个抗场的 所以那些人说他八手卿家 其实他也未至于百姓家 他看他是很聪明的 但是他爸爸也后期入股了 不知200k的美金 去他的公司那里 他是靠那些钱起价的 但他也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更正一下 我刚才在Wikipedia看了 原来Elon Musk的母亲是加拿大人 爸爸是南非人 但是他的血统是很复杂的 他又有英国血统 又有德国血统 但是他好像真的不是美国人 他有美国籍 有加拿大有美国有南非 是吗 他爸爸不是去美国去南非吗 可能我听错了 而且他不是在美国出世 是否不可以选总统 是啊 如果不在美国出世 是不可以的 但是别人说奥巴马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真的这次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究竟这次美国大选 哪个会赢 而问题是我想知道究竟 即所谓的民主自由 所谓的一人一票 所谓的很有制度 很靠得住的 三权分落 我懂的 他的口号 我行的 又是一个词 三权 就是他们的司法权 每一个总统 每一个当地的总统 他都有权任命法官 如果我是民主党 我就会任命一个民主党的法官 如果我是民主党 我就会任命一个民主党的法官 为什么前一阵子 特朗普被人告到九彩 大家在那吵 其实联邦的法官里面 有不知多少个是特朗普 自己亲自申请的 即是你这样叫做司法独 除非他们没有人可以申请法官 法官是民选出来也好 什么都好 如果是政党或者总统 其实总统就是一个政党 他可以指派一个法官的话 他说这个法官本身已经不是中立了 他有活该的 他不知七个法官 如果你有四个你就会赢 你不要管 总之人家可以告个总统 至少可以告个总统 你可不可以告习近平 你不要管 告多年有哪个总统 除了特朗普之外是被人告过的 我想请问 他可以告总统 其实变相就是在位 拿来打压他的对家 我要搞清楚 其实民主本身最基本的 投票这件事 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其实过往 那么多种不同的投票方法 也都证明了 其实他从来都不是公平的 有一个数学家 拿了诺贝尔数学奖的原因 就是他利用数学的方法 去证明 投票从来都不公平 因为很多种方法 譬如有一种叫做 first to the post 譬如你有三四个人 你最高票数的你就赢 有一些就是 我不是投的那个人 我是写preference 譬如有四个人 那我就prefer A 跟着就C 跟着就E 跟着就B 这样的 那这种投票模式 最后计算数出来 也是不公平的 其实最后很多时候 就是不是最受欢迎 就是不是最多人选择的 因为在这些系统里面 他就会反而成为了赢家 就是说很多投票的形式 最后出来 其实是多数服从少数的多 无论你怎样转来转去的话 都是不可能是公平的 那他的结论就是说 只要有三个人以上选 你就死了 你基本上就不公平了 那所以很多呢 你看到现在投票 就会限制去两个人了 因为两个人的理论上 你就会比较公平了 避开了三个人外以上的 那些数学上 mathematical的问题出现了 是的 但是 两个人选举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政党选举 就是别人选一个出来给你的 那那个人不是你亲手选的 也都你没有这样的资格去选 而你也都没有这样的钱 去成为他们的那个分子的话 那他就有很多漏洞 去再给他们去做个选举 那这次美国选举 我研究了出来就是说 他真是很大的漏洞 是容许他们 现在基本上去怎么玩都行 就是你觉得不合理 不是喔 有ID又怎样 他犯法的 你会不会这样做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因为其实这些漏洞 就是他们现在在做 容许他们去玩这个游戏 而令到他们自己有机会赢 所以这些什么什么选举 其实都是假的 但是我很赞成一样东西 这个选举我依然觉得 投票是有用的 但是投票就只是限于 在比较基层的level 就是简单点说 就是我认识你 你认识我的情况之下去投票 因为在那一个的情况之下 投票是最能够反映到 投票人真实是支持哪一个 所以我觉得中国那一套是合理 它那个投票不投大粒 只是投小的 因为在地区或者在一条村里面的话 我知道A或者B是有没有做事 因为我是亲身受恩惠的人 如果你帮我的话 那我去投A或者投B 就是正正反映了那个民意 然后A和B上去之后 他们开始就是用他的政绩 去反映他还不做到事 而跟着这样上 简单来说你做得好就升职 你做得不好就不升职 然后里面再去投他票也好 那些人是直接直接 是和他有工作的 知道他在做什么的 他在那个位置投票 那他才真实反映到 那些人是知道他在做什么 而是因为他做的事好不好 而去投票 你现在去投拜登 你现在去投特朗普 你知道他做过什么吗 他有政绩吗 你认识他吗 他跟你说的事是真的假吗 他说完之后 四年后他负责任吗 他随时可以改 你那一天的英雄 然后四年的九雄 四年的Dictatorship 你改变得到吗 然后的撕裂各样东西 其实根本整个制度 摆下去现实 你说什么 什么理论上 什么有得损 理论上是很流血 起码那些 其实是自欺欺人的 你只不过是掩着眼睛 你看不到 你不去看现实 然后永远都是在理论上说的 我给个皇帝你做都行 但问题就是这些东西 一撕下去的现实那里 就不成功了 最后讲完这句 为什么就是因为 你所有的制度 所有的Rules 所有的Laws 都是敌不过一样东西 就是人性 他们说的就是 好像我们小时候 在Lab那里做的实验 就说 将其他所有的环境 都不变的情况之下 A 就会变成B 但问题就是 现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所有东西在旁边 有很多因素 是令到这个 A变B 这个实验会改变的时候 其实A是不是会变B 已经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那些人是浪费的 是的 Anyway 如果下次再有人 跟你讨论 那些理论上 起码 起码 要去睡觉 你可以叫他收线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现实实 其实我听了太多了 很多时候打上来 跟你拗那些人 都是拗理论 OK 但是你叫他不要拗理论 你叫他下次给一个 在现实上的例子 是会成功的 OK 上次有一位真的试过 但我还没搞 James 记不记得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极强》那条片 三百公司那条片 是的 他说了一个 几个月滅亡的地方 他说是可以的 而且他说 有一个白西哥里面 什么自治区 有个军队是可以的 Anyway 他说了个理论 不过我实际上 我实际上不能够 因为这些资料很难找到 我相信他也做足功课 几个月的国家灭亡是可以的 他说那套理论 灭亡可能是因为外力 但他里面的人是可以的 可能他太弱 那他真的不行了 没错 我医好你 不过你死了 是的 意思是这样 手术很成功 但是病人已经过了身 其实这么说 我之前有跟你说过 我本来也想说一下 就是所谓民主自由不同的投票形式 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 还有在历史上有些什么 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下 其实这件事不是不合理的 但是那件事的合理是只是 如果经济不是大于政治的情况之下 投票这个制度 基本上都还可以合理的 但是当经济大过政治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当社会 所以基于经济大陆 钱就可以令到整个结构 整个架构崩溃 而你现在正正看到 其实无论是美国 英国 美西欧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他们的民主制度崩溃 因为当那些有钱 我们刚才说那些Oligards 那些人有钱 他就可以用钱去影响了政治 而去偏向制度所有东西 帮他们 然后这个社会 就不再公平 所以民主制度 也都从此还原了 所以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迫害 好了 anyway 今天我就说完了 所以大家最后猜猜 究竟是特朗普赢 还是何锦麗赢 留言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是特朗普的 你觉得呢 现在民调就是说特朗普 但是 不知道他们搞那么多事情 做那么多手脚之后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赢 因为我也是那句 不是多少人喜欢特朗普赢 是你拿到多少个州的选举人票 你只需要拿完 那12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的话 你就已经赢了 但是我有听过 现在那些人是会投特朗普 他们说了一个效应的名字 我不知道什么效应 就是说他们的口说 我不知道特朗普的 特朗普是什么好啊 神经病的 那些maga 你看傻的 但是他们走入票站 最后是会投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说了很多 他们不敢说的东西 譬如他们根本上就是不支持移民 或者一些非法移民 但是如果他在现实里面说出来 人家就说他是racist 但是特朗普说了出来 其实他是想解决这件事的 如果特朗普说他可以解决 那不如投他吧 但现实上他不可以说 我不支持移民 所以我投特朗普 那你就很racist 他们要保持自己好君子 所以最后有可能是 民调也好 口说反对特朗普也好 最后进入去是投了特朗普 他们是这样说 我不知道最后结果是怎样 其实这个说法 在特朗普当选那一次 就已经是这样说了 是的 当时已经是这样说 就是很多人口挂不投特朗普 但是其实去到就投了特朗普 但是就是我在说 就算特朗普是最多人投票 但是因为策略上 民主党用了这些骂骂招 那就令到他赢了所有选举人 票最多的省 或者拿了一些摇摆州份的话 因为选举人票最多 那边都有四个摇摆州份在里面 如果他们真的用我刚才说的 Elon Musk说的他们这些招数 去拿到这些选举人票的话 那他们有机会赢的 所以都是那一句 在美国的选举里面 不是多人喜欢你 你就会赢的 这个是一个假象 多人喜欢你不等于你会赢的 是 是 ok 明白 那你也猜川普 我也猜川普 到时候看开股 会不会被人拆招牌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只是猜而已 其实川普赢和何锦麗赢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其实最主要是看他们对华政策 对于中国人来说 其实那个变化可能不大 我想两个都一样 谁上去应该对华政策 都不辣得去哪个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特朗普上去的话 可能对对华政策 有少少好处 因为他没有民主党那么阴湿 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其实哪一个我都没有 而且我最想看 如果万一特朗普输了的话 Elon Musk会发生什么事 我就猜他应该没有事发生 很老实 因为他不在位 至少这几年应该不会移动他 不不 他会有事发生的 因为他们有个特朗普叫做lawfare 即不是warfare 是lawfare 就是说现在民主党最厉害的 或者在美国也是 他们就是用法律去搞死你 你看他们搞到特朗普多惨 不停地告他 其实Elon Musk身上都有很多条訴訟在他身上 但是如果万一他输了 他们当然不会找人打他 他们就应该是用lawfare去搞他 搞到他吐血为止 所以他都很害怕 好 先说这么多 宁观其变 到时看我们再来个赛右检讨 好像5号不是马上知道 他要过几天才知道 到时开估了之后 我看我们能否猜中 好了 我们先说这么多 我们下次再谈 谢谢 拜拜 好的 拜拜 好了 一年三十的影片 全部播放完毕了 这一节稿前 都看到不少令人恶然的新闻 包括有摇摆州突然更改选举规则 改了之后有利于哪个 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有票站提早被关闭 甚至有票商被中火等等 胜出美国大选到底是有多么重要 又或者有多么多的利益 既然可以令大家 可以这样无底线地 可以踐踏他们四年一度 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 大家对这次美国大选 有什么看法呢? 49%的人去服从51%的人 甚至进化到政府只是 关注摇摆州的人民 又是否你想要的民主呢? 四年一次的投票 又给了什么自由美国人呢? 大家又觉得 谁会胜出这次大选呢? 如果真是贺锦丽赢的话 特朗普和Elon Musk的下场 你估计他又会怎样呢? 欢迎留言讨论一下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 欢迎留言讨论 但是记住 做过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 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 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 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